说到川西环线,很多朋友都知道川西很美,不是用一个词就可以形容的,高山、草原、湖泊、雪山,不仅有着吸引人的自然风光, 还有这神秘的民族风情,它的美,超出你的想象,走川西环线自驾游玩几天合适,说到川西环线旅游,大家一般都会考虑的就是时间问题,其实,时间真的不是问题,有时间的可以度玩几天,时间紧张的就少玩几天,行程线路都是很活泛的,可以愿意选择。 下面小玛与户外,就给大家推荐一些川西环线的行程,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。 1.川西环线,3日行程推荐,成都金川,金川一日游,金川成都,2.川西环线4日行程推荐,成都到观音桥,观音桥到色达,色达天藏台观音桥,观音桥到成都。 3.川西环线5日行程推荐,成都四姑娘山,四姑娘山丹巴,大巴塔公新都桥,新都桥康康定,康定到成都。 4.川西环线日行程推荐,成都新都桥,新都桥到成,到成亚丁,亚丁冲古四到成,到成新都桥,新都桥成都。 5.川西环线7日行程推荐,成都到观音桥,观音桥到色达,色达到炉火,新都桥,新都桥,香格里拉镇,亚丁一日游,香格里拉镇新都桥,新都桥康定到成都。 6.川西环线8日行程推荐,成都的汶川到茂县到九寨沟,九寨沟一日游,九寨沟到黄龙到若尔盖,若尔,该唐克,宏元到阿八年宝玉泽,阿八,色达以明佛学院,色达到马尔康,马尔康的汶川到成都。 7.川西环线9日行程推荐,成都到观音桥,观音桥以明佛学院,五明佛学院一日游,五明佛学院甘孜,甘孜西龙里唐桑堆到成,到成亚丁,亚丁到成,到成摩西,摩西成都。 8.川西环线10日行程推荐,成都到海罗沟,海罗沟新都桥,新都桥到成,到成亚丁,亚丁到成, 到成新都桥,新都桥单发,大巴至龙镇,日龙镇长平购,日龙镇加金山到成都,走川西环线自驾游,领略川西的美景,行程锦座餐。